如果你要拿中国的这种旅游城市去对比的话 我觉得这里很像 那么好吃的东西很多啊 比如说 对吧 然后那个 就很好吃 然后还有就是 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在中国之前可能并不是很多人了解 那我这两天上网有看到说 在中国的这个马六甲的这个微信指数 可能增长了150万倍啊 首先呢 我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个接到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 作为马六甲的这种旅游宣传大使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 跟一个重担在我身上 那么可能我不仅是要告诉中国的朋友 马六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可能我还要负责告诉全世界的朋友 然后马六甲是一个多么适合来放松旅行 然后这里的这样的一个古城 有多么的历史悠久 然后有什么样的背景故事等等 然后他这里的景点啊 美食啊 然后这里人民的这种热情跟朴实 其实都是需要去好好传播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在中国之前可能并不是很多人了解 那我这两天上网有看到说在中国的这个马六甲的这个微信指数 可能增长了150万倍啊 还是多少 我今天 昨天正好上到那个微博去看了一下 那么我觉得就很开心 然后旅游部长也有讲说 马六甲大概近三天会有将近快十万的游客会聚集到这里 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成功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地方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体会这里的美好 最大的职责 其实是要传播这里的美与爱吧 我觉得还有这里的热情跟关怀 那么我是觉得马六甲本身 其实跟中国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的故事的连接 因为这个中国的公主和亲来到了马六甲 然后这样的一个跟中国的一个连接的故事 就会让我觉得第一个很亲切 第二个其实这里是一个文化传承 跟它的一个非常长线的一个很多很多年的一个故事 那么在这个背景后面 你还有看到它这里很有特色的爸爸娘惹 然后我们去吃了娘惹餐 然后看到了这些娘惹的这种后代 慢慢遗传下来的这些风土人情跟文化 你会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 首先我对马六甲的印象 我就是觉得这里是一个很适合度假的地方 如果你要拿中国的这种旅游城市去对比的话 我觉得这里很像中国云南的大理 对就是一个很适合放松带着全家人来 特别是精神上就是你哪里都不去 你就坐在酒店里面你就会觉得这里的气氛就很轻松 然后非常的让你觉得没有焦虑没有压力 然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去感受这里的文化 那么好吃的东西很多啊 比如说榴莲尖锐对吧 然后那个冰沙嘛就很好吃 然后还有就是娘惹丽莎 我们去吃的那个娘惹餐还有娘惹糕 其实都非常的有特点 那我当然很开心了 因为我其实我的同事有一个马来西亚人 那很多年我们在一起工作 然后其实他经常在我耳边讲很多马来西亚的故事啊 马来西亚有多好啊 其实我对这里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那么以后其实当然会有更多的时间跟机会来这里 还有就是如果有电影上的文化的这种交流 我也是很愿意去参与